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子说,有一条大蛇将我的老婆吃了,然后钻进了这棵树里,这时候,树说,别听他胡说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,今天我在山上挖野菜,结果被他绑到家里,我逃出来,没有地方去,只好钻进了树里,村庄上的人听完树说的话,都笑了,认为树在说谎,普通女子怎么肯钻进树里呢? 村庄上的对小伙子说,快将树砍倒,树终于被小伙子砍倒了,一条大蛇也出现了,大蛇的肚子很大,估计是吃了人的原因,小伙子拿着砍刀,上去砍大蛇,但是大蛇逃走了,小伙子在后面紧紧追赶, 村庄上的人也跟在后面,小伙子追到村庄外面的田里,忽然前面出现了几十条大蛇,小伙子吓坏了,扭头就跑,但是追上来的大蛇,很快就将它吞吃了随后而来的村庄上的人,见到几十条大蛇,也停止了脚步, 这时候,那条吃了小伙子的老婆的大蛇说话了,大家不要害怕,我们只吃小伙子和他的老婆,因为他在去年杀了好几条蛇,我们是来报仇的,一会过后,几十条大蛇都有走了,从那以后,村庄上再也没有人敢杀蛇的。 小伙子